好,我们下面继续来看第三句 请看屏幕 第三句话说 这个and加一个连词 增强了这句话和上一句话的连贯感 紧密相连接着说 并且尽管这些光线 这gleam也是光线的意思 这只带上一句话里面那个light 不是天国像我们照射下的一线光芒吗 尽管这些光芒 blind and dazzle 这两个动词是同一词 都是令人目眩 光线太强 睁不开眼了 但是yet 但是他们当然注意注意这个yet 在这不是连词 它是个副词 如果它是连词的话 那么yet当连词是并连连词 那么跟no就矛盾了 因为no是从属连词 引导让步状态从句 那么后面应该跟一个主句 主句前面再加并列连词 你到底是主从句还是并列句呢 所以这个yet在这是个副词 我们知道yet比如然而识 既是连词又是副词 两个词词 在这是副词 do they convey 他们的确传递了一种美和静谧的暗示 这个do they convey do 前置是为了加强一些 de的确确是这样的 但是这个是不是特别规范的用法 我们用的时候 一般是把它放到未动词之前 一般我们说 yeah they do convey the hint 他们的确传递了一种暗示 但是在文学作品中 往往会出现这种有组织的 并且有限度的对语法规则的违反 往往可以读者一种新意 但是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最好别这么写 因为你不是母语的使用者 你不是文豪 如果你像作者这样的地位 我会开创语言的新趋势 但是我们是外国学习者 在托福亚斯考是这么写 有风险 所以我们还是正规用法 用they do convey更好一些 但这里也不能算错 的确传递这种暗示 什么呢 美和静谧的暗示 这个暗示用的好 这说明上帝在暗示我们 什么才是真正的美和静谧 你们以为人间的美 那只是很低级的 很低俗的美 美和静谧的暗示 而这个暗示 这个每个静谧怎么样 greater than we have known or imagined 这是后制定与修饰前面 那个beauty and serenity 后面这个then 是引导的是比较重要的写 比我们能够经历的 和想象到的都更伟大 就是我们无法经历 也无法想象的 这个knowing 就来自know 咱们在第十一课就见过 know不一定表示知道 可以表示experience 经历 China has known many wars 中国经历了很多战争 可以这么来说 下面看看里面的细节 这个blind and dazzle 两个词都可以表示 令人目眩神秘 光线强烈 急悟不急悟都行 本文中是不急悟 我们再看急悟动词 令人目眩 the sun glinting from the pool dazzled me 或者blinded me 这个阳光 在池塘中闪耀的阳光 令我目眩这么开眼 光线太强这么开眼了 glint 也是闪烁的意思 这个是个非悟动词 后智能语修饰阳光 sun 不一定是太阳 可以变成阳光 也是它 那么它的分词 dazzling or blinding 就可以表示令人目眩的 睁不开眼的 你像dazzling midday sun 或者blinding midday sun 令人目眩的 正午的阳光 可以这么说 这个正不开眼了 可以这么说 但是经常也可以做派生意 这个dazzle 可以做派生意 叫给某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令某人为之倾倒 我们看lice I was dazzled by her beauty 这个女孩子美 令我目眩神迷 令我为之倾倒 拜倒在石榴悬下 哎呀 太美了 不行了 I was dazzled by her beauty 这个好像这个女孩子 回眸一笑 百昧声 一张嘴 一嘴的大金牙 我都这么开眼了 当然不一定有金牙了 总而言之 令某人为之倾倒 那么dazzling 有这个派生意 就可以表示 令人目眩神迷的 令人为之倾倒的 令人叹为观止的 对吧 比如说 a dazzling smile 一个令人目眩神迷的微笑 太美丽了 对吧 a dazzling performance 一个令人为之倾倒的 令人拍案叫绝的一次演出 都可以用它 这是dazzle 这个blind和dazzle 两个词同一词联用 这是加强语气 类似的表达很多 像他们说push and shove 还记得吗 18个讲过 推推散散散 push就是shop 还有pick and choose 挑挑简简 pick就是choose 这是同一词联用 固定搭配 然而他们的确传递了一种美和静谜的暗示 这个我们说了 这个do最好把它放在date后面 yet the do can be a hint of beauty and serenity 这是强调肯定是 在三次的第二课十三等于一 就说you did give me a surprise 你的确吓了我一跳 但是我们本文中这个do放到主意前面 进一步强调 这是我们说过 在文学性很强的作品里边 本文中就是文艺性的作品呢 它经常会出现有组织的 有限度的 对于语法规则的违反 使读者有一种新奇的感觉 有新意 但是这个违反的不能太多 你有奇异读者看不懂了也不行 但是我们写的时候呢 我们不是文学家 我们不是文好 我们是外国人 最好用这个用法好一些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钻研一下这个yet 我们知道这个yet在这里跟but不一样 因为yet在这里是副词 而but一定是连词 如果你正用but就错了 因为前面有no 我们不能用but 朱熊老师讲 前面有do和odo 后面不能用but 但朱熊老师往往讲错了 朱熊老师说 为什么有do不能用but呢 有虽然在用但是 就逻辑重复了 胡说八道 本文中 odo是虽然 yet就是但是 这可以放在一块 不是逻辑重复 是语法错误 因为do和odo 是引导让步状语从句的 而but呢 是并列连词 引导并列语 你前面用从数连词 后面用并列连词 到底主从句还并列语 这就错了 但yet没错 因为yet既是负词又是连词 我们看几个例子 它表示然而是 既是负词又是连词 先看做连词来用 The essay is good yet it could be improved 文章写得不错 但是呢 它可能还进一步写得更好 可能被加工润色一下 能写得更棒 这个yet当然是连词 连接两个完整的句子 但是下一句话中就是负词 你看 It is strange and yet it is true 这个东西很奇怪 然而它却是真的 这个yet无论如何不是连词了 前面and一定是连词了 这是负词 再看这句话 Though he is poor yet he satisfied with his situation 尽管他很穷 但是呢 他对他的处境很满意 我们大家这里是负词 还是连词 这里一定是个负词 为什么呢 前面no一定是让步状行从句了 这是从属连词了 yet表示 但是如果当连词 它跟butt一样是并列连词 从属连词不能和并列连词连用 所以在这它是负词 但是在这用butt就错了 因为butt只能当连词 来 把这个搞清 那么再回到文章 yet do they convey 咱们上一节课讲过 就是用语言之 用22课讲过 除了语言之外的方式 来传递 就是用什么语气呀 什么声音呀 手势呀 来传情答义 表达了 传达了一种暗示 hint 暗示当然也能用suggestion 也是暗示 但是第三行中间 出现了suggestion 这个suggestion 结果在那里表示联想 但是你用同一个词 就重复了 这会用了hint 暗示 这里用 conve and hint连用 非常传神 咱们仔细体会 咱们翻译翻译这个句子 虽然这些是从天国设下来的一缕缕光芒 令人炫目 然而他们的确给我们传递了一种美和静谧的暗示 而这些美和静谧 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从未经历 也无法想象到的 这个hint 有暗示 有深层次的含义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一里里从天国泄露出来的光芒 就好像上帝没有关好门 无意中撇进了一线光芒 这是天堂设的一线光芒 本来不应该看到 就无意中看到了 他仿佛在暗示我们 是上帝故意留了一个门缝 他让我们看到这线光芒 暗示我们 什么才是真正的美和静谧 而这种美 我们想象也想象不出来 更不要说用语言来表达了 因为我们的语言只能描述 我们这个世界的美 好 这个后面这个 Greater than we have known we imagined 后者定义修饰这个美和静谧 比我们能够经历的 和想象的更为大 就无法经历 无法想象 从未经历 无法想象的 这个know 我说了相当于experience的经历 咱们看第四句话 Greater to than we can describe for a language which was invented to convey the meanings of this world cannot readily be fitted to the uses of another 比我们能够描述的也更为大 放在一块就是我们无法描述的 这个有上下文相连接 所以它根据语境省略了 the beauty and serenity are greater than we can describe 这个主语和谓语被省略了 这是由于我上下文的语境 比我们能够描述的要更为大 为什么呢 for引导原因创意从句到句目 因为language 语言 什么语言呢 后面这个带下话线的部分 是非现代性能语从句 修饰这个语言 语言被发明出来 是来表达我们这个世界的含义的语言 它不能够被轻松的改动 与适用于另外一个世界的使用 咱们的语言能够描述人类世界的美 但是无法描述天国的美丽 这是这么一个 你看我们描述人间的美 这个女孩子好看 柳叶眉 杏盒眼 应她小口一点点 这个我们可以用了 但天上美女的美 我们无法 也没有经历过 你看到也无法用语言描述 因为太美了 你看佛曾经给我们做过一个比喻 他说天人的美 佛也认为有天堂 只不过佛教认为天堂有很多种天堂 上帝的天堂只是天堂里的一种 就好像空间有很多维次一样 他说天人有多美 他说无法用语言形容来 言语道断心形出面 但是他可以做比喻 他说天人看到人间最美丽的女孩子 就好比我们人看到一只母猴子一样 你就想想这有多美丽了 我们根本无法经历 也无法描述 因为太美了 这个语言无法描述天人的美 是是是就这么一个意思 好 那么当然第一个我们先看一看 这个言下之意 就美和静谜无法描述 无法描述 咱们复习有好多种表达 第一个 the beauty and serenity are beyond description 咱们讲过beyond加名词 就无法怎么样 或者define description define是make something impossible 时某是什么不可能 无法形容 这个可以 或者干脆说are more than words can describe more than跟can答片 就是是什么什么所不能怎么样的 还记得吗 是语言所不能形容的 你看这三个都可以表示 就是本文中的含义 这个美和静谜无法描述 无法用我们这个世界的语言来描述 为什么呢 因为language这个语言 被发明出来是表达我们这个世界的含义的 它不能够很容易的适应于另外一个世界的使用 这个readily注意 这是多意思 readily常见的有两个意思 最常见的第一个意思表示 willingly 乐意的 愿意的 因为ready做形容词就会表示william he is always ready to help others 他总是愿意帮助别人 乐于助人 readily可以表示功能力 乐意的 本文中不通顺呢 不通顺呢 它是第二个意思 表示第二个意思更加文言一些 相当于without difficulty 或者easily 容易的 很容易的 不困难的 容易的 看类似 this equipment the equipment was cheap and readily available 这种设备很便宜 而且很容易搞到 注意设备不可数名次 你会吗 不可数 比如说 the information is readily accessible on the internet 这种信息不要问我 自己去查去 在网上很容易获得 很容易得到 对吧 很容易去获取 readily 相当于easily 容易的 当然我们再看 在47课里面还会出现 在274页 十三到底十四号 274页 十三到底十四号 咱们看 granted a snobbery of camping itself based upon equipment and techniques already exist but it is of a kind that if he meets it he can readily understand and deal with granted 成然 一种对露营本身的 视力行为 snobbery 就是瞧不起不如自己的人 视力 基于设备和基于技术 就我家的这个设备比你好 就瞧不起你 这个视力行为依然存在 但是 这是这样一种视力行为 什么呢 如果它遇到的话 它很容易理解 也很容易对付 readily 不是乐意的 而是easily容易的 本文中是什么呢 cannot readily be fitted to the uses of another 这个来自于改动A 以适应B 这个fit 是跟to固定搭配 改变A 以适应B 改动A 以适应B 这个fit是9动词 我们看一下例子 a prudent man fits his standard living to his budget prudent 审慎慎的 明智的 一个审慎的人 让他的生活水平 适应于他的预算 不会银吃某粮 不会打中脸冲胖子 让前者适应于后者 跟它类似的 改变A 以适应B 有好多表达 比如大家很熟悉的adjust to 这个适应B 这个adjust 急物不急物都行 如此急物呢 使A改变 以适应B 而且adjust 一般表示微小的调整 你看adjust 口型就小 如果要是不急物动词 直接to 就逐于本身 适应B something adjust to B 逐于适应B 这个急物动就使A 这个B于适应B 但是一般是小的调整 看例子 You can adjust the belt to the size you want 你可以调节这个皮带 以适应于你想要的尺寸 太松了 紧一扣 太紧了 松一扣 可以调节这个皮皮带 微调 我们再看直接加to some animals adjust to their environment by instinct by instinct 他三次就讲过 就本能力 有些动物可以本能的调整 以适应于这个环境 本能的调整适应的环境 adjust 后面加不加这个themselves 都对 加上呢 是急物的 不加呢 就是不急物动词 后面加to 就逐于本身 适应后面的东西 那么如果表示比较大的改变 大的改动 那么一般用adapt 口型就大了 我们大声在读下 ada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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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to b 调整a 以适应b 同样的 急物动词是使a 适应b 不急物动词 就逐于本身适应b 就好了 看例子 novels are often adapted to the stage 小说经常被改编成剧本 这大的改编了 但小说呢 被改动一下 以适应舞台需要 改编成剧本 she couldn't adapt to eating fish every day 他不能适应 每天都吃鱼 这个生活 这个 her self 加不加都行 因为adapt 可以当不急物动词来用 主意本身适应b 这也行 这是调整a 以适应b 还有一个叫accommodate 这个在书面中 也可以表示调整以适应 但是它的本意呢 是能够容纳多少人住宿 你看本意很简单 the hotel can accommodate 500 guests 这个宾馆 可以同时住下500名客人 容纳多少人住宿 但拍生意呢 是调整a 以适应b 这是几乎动词了 accommodate a to b 这个含有让步 或者妥协的意思 您是老板吗 你是上帝吗 我调整我来适应你吗 有让步和妥协的意思 咱们再看例子 they accommodate their plans to his inclination 他们调整他的计划 以适应于他的这个意愿 他可能是客户或老板 没办法了 调整我们的计划 以适应于 适合于他的这个意愿 inclination 做某事的意愿 意向 我们这个世界的意愿 不太适合这个另外一个世界 因为这个美我们无法经历 无法描述 我们的语言也无法描述 天国世界的美丽 好 论美第一段 跟老师就学到这